大半夜男子躺在大马路上一动也不动 路过的民众看得心津津赶紧报警 男子的行为远景替他捏了把冷汗 只是明明已经大声叫他起来 稍微抬起头又倒下去继续睡 但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回家睡 而是把大马路当床一般的躺 因为他醉的不省人事 远景飞了好大一番功夫 人终于醒过来拉起他的手带离开现场 原来这名男子和朋友喝完酒 疑似喝太多不省酒力 又忘记自己还在外面 先跑到附近的骑漏呼呼大睡 才跑到大马路上 只是这地点可是高速公路砸到口 就躺在高速公路正路口 对对对 大概躺了应该有五分钟了吧 来车都有在扒他 男子最大的地点在基隆中山路上 刚好是高速公路 衔接西安高架的沙道口 这里白天车流量大 尽管事发当下是凌晨十二点多 车流少但视线昏暗 男子有以身黑路过的驾驶 都被吓到紧急闪开 我们询问完民众 民众马上就醒来 自行离开 被叫醒后疑似知道 厂下大祸酒都醒了 连资料也都没留下 赶紧离开 醉倒扎到口 真的很危险 TV新闻流星 可以往思泉基隆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